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宋朝光 老广州时常都会说 未有阳城就先有光效 这句话就是赞扬光孝子的历史悠久 在广州还未起城墙之前 就先有光孝子 若果这句话是真的话 光孝子就真的够了厉害 但是到底未有阳城才有光孝这句话 真不真呢 有些老人家就会说 若果不真又怎会流传那么久 这句话题一直争论不休 不知谁是谁非 其实就不用了 长篇大论这样 咬来咬去 到底是先有阳城 还是先有光孝呢 这是历史先后的问题 最简单 最直接的辩证方法 就是查清楚 阳城以及光孝子 阳城以及光孝子 他们创建的年份先后 一清而楚 首先讲一下阳城的创建 阳城即是广州城 广州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根据历史记载 在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五十万大军的统帅 任骁在平定岭南之后 就在现在广州仓边路一带 兴建一座任骁城 这座任骁城 就是广州的的确确所兴建的 第一座城 距离现在 已经有2230多年 那么久的历史了 光孝市的历史渊源如何呢 原来光孝子的前身 就是祭子子 而祭子子的前身 就是三国东湖 遇到他所居住过的愚园 话说 在三国东湖时期 遇到 因为得罪孙权 而被贬责来到岭南 他在 广州居住期间 就居住在这个愚园那里 在愚藩病死之后 他的家人 就带同他的灵咒 回到北方 是归藏 并且还将愚园 捐赠出来 作为寺庙之用 在愚园所建的第一座寺 就是祭子子 而祭子子 即是光孝子的前身 自此之后 历经 东进西进南北朝 徐唐五代 以至到北宋 在这八百七十多年期间 遇到的故宅愚 一直都是作为寺庙之用 但是名称 旅有更改 一直 直到南宋高中 肖兴二十一年 即是公元的一一五一年 这间寺庙 先正式改名为 《报恩光孝禅子》 簡称为光孝子 所以严格说起上来 光孝子的出现 是持至到南宋初年 您认为 杨诚与光孝 谁先谁后呢? 广州的第一座城 任销城 他的创建年份就在公元前214年左右 而光孝子的前身继子子 他的创建年份就在公元255年左右 而光孝子的正式出现 就在南宋高中公元1151年 将三个创建年份一比较 就会很清楚看得出 任销成的创建比光孝子的前身 继续469年左右 而任销成的出现比光孝子的正式出现 还早了1360多年左右 将三个创建年份作一比较 究竟是先有阳城还是先有光孝 相信现在你们都会心中有数 我会给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